DJI SDR Transmission Combo 很西盒 開箱 天使不可拆射 焗你用這個了 沒得轉的蘑菇 旗那些天線 天線有彈性 開了之後扭到嗎?是扭不到的 原來是天線扭不到 純粹只是彈開 發心天線 L型的支架 兩邊螺絲 S型的支架 5貼紙 5張貼紙 1 2 3 4 5 然後這個 很漂亮的SDI保護罩 它的SDI保護罩是黏住的 不是那些炆的膠 又不知道扔到哪裡 那些壞東西 很佛心 設計 是很細小的 然後就是Sony L電的Play 超細小的 然後怎樣開始 一如既往 DJI的產品都是要 Active Update Trans TXR Before Use 要用電腦才做到機會 還要 好 來到這個劏房的環境 測試圖傳 主要是測試穿牆能力 相機這邊 就是駁了DJI SDR的 傳承器 拍攝一個 手機接收Wi-Fi訊號 如果它只收Wi-Fi訊號 如果它只收Wi-Fi訊號 是不是也是這麼厲害 所以 都駁了一個 手機接收Wi-Fi訊號 現在這個 手機的Wi-Fi訊號 就是直接來自TX的訊號 就跟RX比較一下 看看哪個訊號 或者有沒有不同 我就準備把接收器的螢幕 遠去 好 出發 在這個劏房的環境 我會做一個Floor Plan 給大家了解一下 是怎樣的 但現在畫面所見 都是九曲十三彎 對 很多房間 很多牆去駁住 哎呀 這盒燈壞了 哼 好 這樣啊 那我們不如去那邊看看 現在看到 那個電話已經斷了訊號 但它的接收器依然是收得很好 咦 來回這邊 電話又回來了 電話又回來了 那我們嘗試在這個位置站一會先 現在已經隔了兩三幅牆了 應該都已經 因為這裡有兩間房 對吧 意思回到訊號呢 都是爆格的 對 完全是爆格 還給了 十四 十五個 畫面是沒有斷的 對 電話那裡的Wi-Fi其實都很強 對 都沒有斷過 我們嘗試去再遠一點 好 這個洞位 應該是跟相機的距離最遙遠最惡劣的 好 電話又再一次斷了 好了 Disconnect 可以清楚看到 它走SDR的系統 真是強環的 對 它的接收器是 沒有一點跌 還有升 接收器還不跌反升 18m 對 對 一開始跌一格 都是跌一格 綠色而已 不是變黃色 對 那畫面是 Smooth 畫面是流暢到爆 對 好 那我們又嘗試去其他地方了 對 出來有些光的地方 好 對 那 來到這個位置 電話已經可以放棄狀態了 好 現在電話的畫面 重新拿回Transmitter 對 電話Wi-Fi有 DJI-SDR那個 也有 那我就嘗試去第二個位置 試信號 好 暫時都 沒有疾 沒有斷 電話都OK 試試回這邊 再出去 嘩 好 這裡有些石屎牆架 很難 嘩 好 電話又再一次斷了 因為這個環境真是超厚的石屎牆 對了 電話Wi-Fi是收了皮了 而這個SDR的接收器 依然是強患 可以說是用頑固來形容 圖存 石屎牆到爆 頑固到不堪 沒有斷過 還不是穿牆的製靶 話說DJI第一代的Transmission 我都在同樣的環境做過同樣的測試 當時就沒有拍到影片紀錄 我記得當時測試第一代DJI Transmission 由其中一間房子拿出來 轉個彎就已經收不到 新款的SDR的穿牆能力 竟然還比第一代的DJI Transmission 所以今次SDR絕對是自己打自己 出品一套三千多元的SDR 竟然還收得比第一代的Transmission 匪夷所思 大家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分享、讚好、訂閱、留言 拜拜